硫酸灼伤案例 案例1 经过2014年6月10号在上班时 不小心被溅起的硫酸灼伤 硫酸所流经的地方皮肤上留下伤痕 当时用温水清洗后 马上用浓浆汤清洗 再用姜泥涂抹 因为处理及时且方法恰当 只用了14天时间即恢复 6月10号受伤当天 6月11号浓浆汤清洗 涂抹浆泥 前后14天对比 6月10号 6月24号 案例2 2014年5月25号在工作加料时 不小心被溅起的硫酸灼伤 肚子、大腿、膝盖、小腿多处灼伤 前两天没有重视 只涂抹一些灼伤药膏 病情一天天逐渐恶化 于5月28号在家人的陪同下 去医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经过9天的治疗 每天吃药、打掉针、换药 也没见伤口明显好转 病人身上带的钱已用完 于是他出院回厂借款 6月6号当天的情况 小腿部变化 6月6号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6月16号 6月27号 肚脐左侧对比 6月6号 6月19号 处理的方法和过程 清洗伤口 撒姜粉 简干包扎 处理心得 同样是硫酸灼伤的两个案例 处理方法是否得当 是否及时 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一个经过14天完全康复 另一个处理不当 整个过程达30天至久 感恩张一世的原始点 感恩张老师的姜粉 太好用 也太受用了 深信者得意 愿大家都能勤加善用 一定会收到 惊奇的效果